男子经过高院庚审刑 昨天判决无罪 女童母亲得这结果 她耿意地说 这不重要了 她只求爱女能够好好地安息 这起离虐案过了13年 又有庚审判决出炉了 但听在女童母亲的耳里 早就心灰意冷 每一次回响 都是追星刺骨之痛 这桩惨案发生在民国 85年12月29号 当时林小妹妹才5岁 因为被竹竿插入下体 子宫脱落 小肠几乎全断 虽然救回了 却因为无法吸收营养 从此都得靠注射营养针活着 几乎三天两头跑医院 女童冲到18岁 今年三月终究不敌虚弱过世 涉案的献信男子 当时被杀人未遂罪前 先是到检察官求刑14年 案件从地院一二审 到高院庚一二审 都因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 庚山审法官判决了8年 到了庚四审又无罪 庚五六审再度改叹8年 直到最后庚七审 竟然无罪逆转 理由还是罪证不足 没罪没罪 从来说也是给他们无罪 三宋了13年 女童的妈妈早就不期待司法正义 她只希望无缘的宝贝 脱离人间苦海 在另外一个世界安息 女士新闻乔 陈建华台中报道 大半夜整栋大